用画笔记录父亲留下的香蕉树 一旁的黑罐马路是他的好朋友 温慧珍抱着逍遥自在 无所为而为的心情 在父亲留下来的田园种植花木蔬果 过程中让他体悟到 宇宙万物流转生生不息之美 天地万物 其实它们都有它们生存的法则 充满了生命力 我想要把那一种 这样生生不息的美感表达出来 温慧珍勇于尝试各种美材 不拘泥形式方面 喜欢挑战做各种实验 种这些花果的目的不是收成 而是享受它成长的过程 把它的美画下来 我最感动的是它 结的那个藜麦 那个紫红色 让我真的很想把它画下来 那个藜麦你知道 它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有用细纱去做一些激励 温慧珍认为 技法和媒材都只是一个工具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或理念 这幅画叫做月夜里清风徐来 我想表现那个芒草 在那个微风吹过来 然后有月亮的晚上 其实这幅画在画的过程中 我修改了几次 一直修到我认为 这个风就是轻轻 那种徐徐吹来的那种风 那种感觉 我就停笔 温慧珍作画注重感觉 她说艺术不是生硬的模仿自然 而是透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 表达画家内在的精气神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立王衡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火车 估计